各位好,最近因为我的频道正在创建会员,需要考虑一个可以和会员更方便的沟通的一个平台 那按照YouTube的推荐呢,就选择了Discord 其实Discord我一直用了有两三年的时间大概啊 但是呢,说用呢,也没怎么用 就是加了一些貌似很感兴趣的服务器 然后也没怎么看,因为总觉得那个里面有点乱 那现在呢,自己因为这个小频道的业务需要设置这个Discord的服务器 让它和YouTube去进行对接,去连接 那我是在最一开始花了两天的时间都没有搞定 遇到的问题呢,其实就像我现在截屏 给大家看到的这个样子啊,就是他说是在连接YouTube的时候 呃,失败 嗯,让你这个过一会再重试 但是你不管重试多少次,也会看到这样的一个错误的画面 那我也尝试了通过,呃,电脑版的APP 我也尝试了通过电脑上面用网页进行,呃,这个连接 呃,通通都是一样的结果,全都是失败的 呃,那之所以我会做今天这期节目,原因是因为当我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办 呃,上网去找原因去搜一些,看看大家有没有谁遇到过同类的问题的时候 我不管是用文字搜,还是用图片搜 我都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就是能够搜到很多的人在问,呃,遇到了这样的问题该怎么办 但是能给出答案的少之又少,呃,我大概算一下应该有百分之,只有百分之二十的问题 下面是有回复的,百分之八十的就是只有一个问题在那里 放了一年两年都没有人去回复 那有回复的里面呢,基本上有一大半也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用 我甚至已经找到了日文的论坛,在里面也会有很多人在那里面问 但是呢,在搜索这些问题的回答的过程当中 我逐渐逐渐的摸索到有可能和浏览器有关 因为,呃,我唯一找到的有价值的答案是,呃,不要用手机app,而用电脑,呃,不要用app,要用网页 那这里面最有价值的一个呢,就是,呃,有一个,呃,日文的,日文的这个回复啊 就是说,建议你去清空一下浏览器的,呃,cookies和历史记录 那,借由这样的思路啊,我进行了如下三个尝试 我不确定是哪一个更有效了 但是呢,呃,我的这个尝试 我希望能够做成一个视频分享出来 然后让大家知道,呃,如果你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可以直接试一下我这种方案 那,第一个尝试,我更换了浏览器 因为我一直习惯使用的浏览器是Safari 自己用的都是Apple的产品 所以,呃,像这种事情就没有太多想 那,我既然觉得有可能和浏览器有关 我第一个做出的改变就是更换了Safari浏览器 来登录网页版的Discord 那,我做出的第二个 就是,在我登录Discord之前 把我的Chrome浏览器,我从Safari换到了Chrome 然后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把我的Chrome浏览器 所有的历史记录跟Qoocase还有缓存全部清空 这是第二件事情 第三件事情就是 通过这个网页版,而不要通过App去登录 那最后终于获得了成功的连接 那像这种情况嘛 就是你连接成功了之后 网页版连接的成功了之后 那不管你通过电脑上的App 还是手机端的App 就全部都可以正常的访问了 所以解决方案 我个人很希望能够在我搜索到的每一个论坛 每一个帖子 问这样的问题的下面都回一句我是怎么解决的 但是这个工作量对我来说太大了 然后还有一些跨语言的问题 所以正好我有自己的一个频道 我就在自己的频道上给大家去说一下这件事情 那为了方便您快速的找答案 我也会去快速的总结一下 你可以跳到最后这一部分 第一个就是要用Chrome浏览器 第二个是要清空缓存 第三个就是用浏览器登录 而不要用App去登录 反正我是这么解决的 如果大家在这方面再遇到任何的问题 也欢迎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看看有没有大家一起想办法 能够更好的挖出这背后的原因 好 今天的视频就暂时到这里 主要是做一个备份 希望有需求的观众朋友 能够搜到我这个视频 然后找到我的这种解决方案 好 感谢各位的观看和关注 顺便你也可以加入一下我的Discord讨论群 我们下期再见